哈喽大家好 我是摄影师黄峰 现在拿到我手上就是佳能的EOS226Mk2代机器 这也是佳能EOS500系列的二代机器 想到佳能的二代机器 那我就不得不想到佳能以前单反系列的5D2这个系列 这也是我第一台人生中第一台单反 当时我也用了差不多三四年 开启了我职业摄影的一个生涯 其实我身边很多职业摄影师朋友 也入手了佳能的226初代 他们用着拍一些他们一些活动 或者婚礼我见的非常多 他这次也升级了4K60帧的超彩无彩切 然后给了非常快的电子快门连拍有44张每秒 然后今天我们就实拍一组人像集照片 看一下他的具体表演怎么样 今天邀请到了模特小秦 大家见他非常多面了 OK 我们今天就测试一下佳能拍人像 还有拍视频 人像在複色上是非常友好 就实际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话不多说了 好 我们开始吧 好 我们开始 这次佳能226M2的话 它相比于226的话 在外观上 它主要的区别就在于 它这次把它的开关机的一个按钮 放在了右手边了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实现单手开关机 这个是跟227的设计师一样的 同时呢 原先226的就是左边的开关机按钮换成了照片和视频切换的一个播盘 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快速的切换照片和视频 对于一些需要快速切换视频的用户的话是非常方便的 这个效率会更高 如果你是佳能226的老用户的话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习惯它 不然的话你会经常的误操作 你本来是想关机 结果只是把照片切到视频 所以说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嘛 然后其他位置的话 跟初代26的话就没什么太大的变观了 还是同样的触摸翻转屏 同样的双卡槽的一个设计 然后同样的电池都是ALP-NEWH这个电池 这个也是能完美的从一代过渡到二代的 这些可以通用 个人觉得就是外观最大的一个让我不太满意的点吧 就是还是给的一个Micro Acidmatic接口 这个跟226出代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接口的话就是前段时间拍摄 就外接的一个录机吧 然后它就会经常断连 这个还是对这个接口有点不太满意 好说完了外观 现在说一下它这次相比初代26重大的一个升级吧 它这次就是从26初代的2000万像素传感器 换成了全新开发的2400万像素传感器 虽说只增加了400万像素嘛 但是听上去总比有2000万像素还是那么够用一点 无论是在拍摄人像还是拍摄风景上 更高的一个像素的话 它能更好地展示照片或者视频的一个细节 还有后期的话 你可以有更大的一个采写空间 当然这块CMOS的话 它也继承了加勒冷拍摄人像 就是一贯的特色传统 就是在拍摄人像上面 它的肤色我个人觉得是比较讨喜的 虽说这个2400万像素传感器 它的像素不算特别高 但是它的优势在于就是它的单个像素的进光比较大 然后意味着就是你在夜景 或者在一些弱光场景的话 你拍摄的话它的高感控制的还相当不错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实拍的一组夜景的照片及视频 个人觉得它的照片在右线4以下基本上可以用的 视频的话12800基本上都是可以用的 这个高感控制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次要说加勒冷 R6 Mark II 相比R6最大的提升 那就属于它这次的连拍了 它在电子快门下 从原来R6的20张每秒的一个连拍 提升到了40张每秒的一个连拍速度 要知道它这个速度是比加勒 R3的电子连拍 它只有30张每秒 这个速度会更快 不过因为它的CMOS不是对战式传感器嘛 所以难免还会存在一些些轻微的一个果冻效应存在 但是我在实际拍摄过程中 就是人物运动不快的话 它的照片基本上还是可以用的 它的果冻效应控制还算可以 然后机械快门的话则是跟初代R6是一样的 12张每秒的一个机械快门 好 说完它的连拍 我们再说一下它这次的对焦 加勒R6初代的对焦已经表现非常好了 这次R6 Mark II的话 它这次还增加了一些就是对焦识别主体的一个能力 类似于AI对焦的功能了 它这次可以识别车辆啊动物啊飞机这些 我测试了一下它识别车辆这块 它识别还是非常精准的 好 说完了它照片方面的提升 我们再说一下它视频方面的提升 它这次2400万像素传感器 对于无反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香甜的一个像素啊 像你拍摄视频的话 它的数据量不用那么大 可以实现超采样 所以在R6 Mark II的话 它在4K 60帧下它都是6K超车拐来的画质 而且都是无材切 这个4K 60在这个价位还是非常香的 外露外接Atom陆迹的话 还可以达到6K 60p的一个录制的一个规格 所以说它这次的录制视频的规格可谓是拉满 然后这次在升格方面呢 在1080p的升格方面呢 它这次给到了180帧 这样的话你慢动作可以从原来的4倍提升到6倍 这样的话你可以拍摄就是像人物奔跑的时候呢 你可以进度下它更多精彩的一个瞬间 当初R6在视频模式下它拍摄4K 60帧的过热问题想必大家都有所了解吧 或者是你用过或者你是R6的用户应该有所经历吧 这次我用最高规格4K 60帧来测试R6M2它的一个过热表现 我们在室温就是室温10度左右的室内没有开空调 差不多录制了一小时30分钟 直到相机电池耗完它都没有出现过热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它相比一代它的提升还是提升不少 不会像以前R6初代那么容易出现过热情况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果冻效应 因为它这次是4K 30帧和60帧都是从6K抄袭过来的嘛 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它在全弯模式下 4K 30帧还有60帧下 我个人觉得它的果冻效应控制的还行 像我之前用过家的R6我觉得它的果冻效应控制一般般 这次R6M2的话它的果冻效应 个人觉得比R6控制的稍微好一点 然后这次它新增加了一个方便用户监看的一个尾色图 可能有很多小伙伴不太清楚不太接触过尾色图 这个是从专业视频机上面 用来判断曝光的一个指标 它可以通过不同的颜色来实践分区监看的一个曝光 加冷内部也给出了尾色图的一个就是观看的一个提示 以前的话你只能通过就比较专业的监视器来实现这功能 这次的话R6M2的话直接内置了 然后它这次我觉得增加了一个比较使用的功能 像这次增加了就是这个R7上面有的照片预拍摄功能 就是当你开启之后它可以拍摄你按下快门0.5秒前的一个画面 这个对于你打鸟拍摄 就是一些不可预判的一些瞬间还是非常实用的 同时视频也给了就是开启了预录制功能 视频的话你可以预录制5秒前的一个素材 大家看一下现场我测试的时候就是我等模特走掉之后 我再按录制 然后你回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模特小型打招呼的画面 它还是会在 这个功能的话 我觉得对一些不可预判的一些瞬间是非常实用的 比如一些喜欢打鸟的朋友 你不能观测鸟内的一个运动轨迹吗 这个还是非常实用的 好了以上视频就是加冷US R6M2相比初代R6 我觉得它有所提升的一些地方 在我看来的话 目前它是一台基本上找不到很多短板的一个入门前画户水桶机 我个人觉得它有点遗憾的点就是在录制视频的时候 依然无法查看直方图来监看曝光 那R6的初代用户值不值得升级这台R6M2 如果你是经常需要照片和视频经常切换的双修档 我觉得这个相机无论在像素 还有在它的操控方面 都是比上代R6是稍微优秀一点的 如果你是新手在考虑入一款加冷的全华夫入门为单的话 我个人觉得加冷US R6M2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今天的加冷的R6M2 如果上手体验评测视频就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请记得不忘了关注 并不忘了一些三流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